丑丑看台湾,我是老子萱 王中明轩在网路上发表影片爆料 火红动画电影《鬼灭之刃》剧中的反派角色 演梦原本是由他来担任中文配音 最后因为公司高成 认为他有政治立场而取消合作 不过网路上也有不同的意见出现 有网友就将原版的配音 刘杰与中明轩发表的影片做对比后 表示专业配音员更适合这个角色 立法院在本周插点上演全武行 一位振天才在质询与退附会相关的财务纠纷时 痛骂冯氏宽欺负原住民 两人气的是直接走下了质询台准备要开打 振天才甚至是拿了咖啡泼向冯氏宽 只有两人还隔空对抢 又是在大街上碰到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对方 时代力量党主席高玉婷在3号晚上发出声明稿 宣布请辞党主席 而在他上任两个月后主动请辞 也是时代力量创党以来任职最短的当主席 在这个图上与得力量尽并不是故意在 那些下与蛋白银